今天來到這個東森電視要錄這個伊斯好拉的節目 那我是第一次上電視所以還蠻緊張的 但是就跟大家一樣 假如你也是第一次上電視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對拍攝這種蠻有興趣的 所以就帶大家進去看一下他們的內部情況 好 謝謝 好 嗨 我覺得應該要先做一下功課再來上這個節目的 剛走進那個化妝室好像都沒有認得其他人 會對一些前輩沒有那麼好意思 但是現在趕快來整理一下頭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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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拍一下 好 剛剛這個醫師說他有在看我的東西我就非常非常的興奮 非常非常的興奮 而且還可以用RAP介紹一個餐盒我覺得實在是太酷了 好 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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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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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次錄完這個醫師好辣 覺得是非常的新奇非常的開心 但是說真的有一點點的小失望 並沒有要怪這個節目組的意思就是我個人自己一點點的小感受 就是說整個節目的過程是邀請了5個減肥過的來賓 然後5個減肥過的醫生來分享自己的減肥心得 所以等於是50分鐘的時間一個人就是5分鐘講完了自己的減肥過程 然後就沒了 我本來是很期待就是那些專業的醫生可以提供出很棒的減肥觀念 或者是很實用的一些減肥小技巧 但是沒有 因為時間真的是不夠 然後我個人是講了大概4-5分鐘之後就覺得講話很累 所以沒有更深入的去探討一些斷食啊低醣飲食的小技巧 等於是每個人講到的東西都差不多 那整個節目錄完你可能就是聽到要飲食控制 要去運動不要亂吃減肥藥 但是你聽完了還是不知道該怎麼下去正確的控制飲食 或者是怎麼去運動 你就是可能看完就覺得很勵志吧 但是你卻不知道該怎麼開始減肥 該怎麼像我們一樣減肥成功 那我其實也不知道啦 可能這個就是本身節目組的用意 他們可能也想說這一集就只是要很勵志的一個感覺 讓觀眾看了想要開始成功的減肥 所以他們就這樣子設定 但是跟我想像的 本來的那些專業的醫生要講解的一些東西是不太一樣的 總之能夠來上節目 能夠被邀請來我就很開心很榮幸了 第一次上節目非常的緊張 就是一開始可能想說會很繁雜啊 會沒辦法講到什麼東西 或者是講一些東西會被罵 但是沒用就是非常的順利 節目一開錄就像是在聊天一樣 就是跟主持人聊天啊 跟那些醫生聊天的感覺一樣 有想到東西你就可以舉手發言 或者是你可以問一些問題啊 都可以 一個小時半就很順利的 只咔了一次就把它錄完了 所以是跟我本來想像那種很複雜的節目 錄製的感覺不太一樣 非常的奇特非常的新奇 那節目組跟瓜哥還有那些藝人跟醫師人也都很好 我最後也成功送出了四本我的新書 就給瓜哥然後那個藝人小豬 還有一個醫生跟東森的主播 所以算是一個任務達成 那總之非常的開心 非常新奇非常酷的一個經驗 也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我們就瑕疵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這邊真的可以寫字喔 那我就寫一個吧 慢慢寫 我拍的這個角度很好 慢慢畫沒關係 今天第一次上節目覺得很熱 就是裡面真的是蠻熱的 然後流很多汗 有點想睡覺 不知道什麼時候播出 但是播出的時候再給大家看一下 謝謝大家 下次今天講的還好嗎 還好啊還OK OK 謝謝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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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